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指示精神 坚决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陈秋发主持会议并讲话 唐一军出席会议 唐一军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辽宁监管局 国家税务总局 辽宁省税务局和省财政厅 看望慰问奋战在年终决算一线的工作人员 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 荣获2019年辽宁省省长质量奖 我省大力推进一事一役村内道路建设和四好农村路建设 一条条宽敞平整的村路解决了村民的出行难题 更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系列报道 年终看民生今天关注乡村道路建设 我省印发关于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确保元旦春节期间风轻气正的通知 经济开始加速跑 改革迎来新收获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视线特别策划 我们这一年为您梳理2019年辽宁的精彩时刻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2月31号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2次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 即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总结2019年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部署2020年专项斗争工作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求发 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唐一军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2019年 省委落实五级书记抓扫黑除恶责任体系 将专项斗争作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重要内容 一体部署 协同推进 深入开展百日会战 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会议强调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 专项斗争肩负重要使命 要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着地在打财断血 打散破网上下功夫 坚决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到实处 一是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作为建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保持政治定力 加大工作力度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二是要进一步提升打击效果 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 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背后关系网 保护伞不放 切实打深打透 巩固和扩大战果 进一步深挖涉黑涉恶线索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推动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三是要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 加强制度建设 形成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 长效机制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加大对行业黑恶势力清理排查 乱向整治工作力度 以按促制 以按促建 着力推进长效长治 四是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 加强协同配合 坚持督办消耗 形成工作闭环 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效 五是要进一步加强政法机关自身建设 切实提高依法办案政治自觉和能力水平 会议要求 年终岁委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积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坚决打击侵害群众利益 扰乱市场秩序 损害公平正义的行为 营造稳定社会环境和祥和节日氛围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于天敏 做传达和汇报 各市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汇报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和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019年12月31号下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 先后来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辽宁监管局 国家税务总局 辽宁省税务局和省财政厅 看望慰问奋战在年终决算一线的工作人员 并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全省财税金融部门广大干部职工 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 勉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再接再历 再创佳绩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省银保监局 唐一军和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向群 来到普惠金融处和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处 与干部职工亲切交谈 唐一军说 明天就是新年了 我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全省金融战线广大干部职工 致以节日的问候 祝大家新年快乐 经济是机体 金融是血脉 希望大家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一手抓金融监管 一手抓事业发展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夯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基础 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努力构建公开透明 充满活力 规范有序的金融生态环境 为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在省税务局 唐一军指出 2019年 全省税务系统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在支持做好六稳工作 推动辽宁经济 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等方面 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中城履职担当作为 进一步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广开税源做大蛋糕 为辽宁振兴发展再立新功 在省财政厅 唐一军说 即将过去的2019年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难中求进 为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深化改革防范风险改善民生 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的一年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时代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高质量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深入推进重强抓专享行动 宁可政府过紧日子 也要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开拓创新 克难奋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13五规划 圆满收官 做出新贡献 本台报道 记者从12月31号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2019年我省共有10家企业获得辽宁省省长质量奖 根据辽宁省省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省政府决定 授予大连华瑞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省长质量奖金奖 授予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和风木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大连加清反应器制造有限公司 辽宁红烟河核电有限公司 辽宁中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省长质量奖银奖 省长质量奖每两年评定一届 分设金奖银奖两个奖项 每届金奖不超过三个 银奖不超过七个 首届辽宁省省长质量奖评定 始于2009年 目前已评定八届 共有52家次企业获奖 从今年情况看 参加评定标准培训的企业达到175家 正式提交申报省长质量奖的材料的企业有88家 分别超出上一届72%和76% 在全部申报企业中 民营企业占到了60% 2019年省长质量奖评定 共有10个程序 改变了以往就评奖而评奖的做法 下一步 我省将全面实施质量强省战略 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扎实开展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调查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测评等工作 引导企业重视质量 提高管理水平 实施质量管理创新 本台报道 今年以来 我省大力推进一事一役 村内道路建设和四号农村路建设 一条条宽敞平整的村路 通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 扑向了田间地头 更建在了农民的心坎上 系列报道 年终看民生 今天关注乡村道路建设 通过一事一役村内道路建设 复兴张武县兴隆山镇花家村的村路 由原来宽窄不一 坑洼不平的土路 变成了现在宽敞平整的水泥路 这对花家村的村民来说 不仅解决了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脚泥的出行难题 也为村民们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我们老百姓方便多了 出门也干净了 老百姓特别满意 我们个人家远 中菜上外地去卖去 也好往处走了 以前往处推不出去 就是硬盒个家都烂烂了 也不再去卖去的 根本卖不了 现在都行了了 这个这工这水泥路修得多好啊 今年三月 花家村通过村民民主议事 确定了村内道路建设计划 半年时间 财政奖补资金建设的四公里平整的水泥路面 就从村头一直铺到了百姓的家门口 我们村水泥路的修建标准非常高 垫层这块是20公分后的山皮土 面层是18公分后的混凝土 宽度都是3米5 能够完全满足老百姓的出行 2019年 省政府将一市一亿村内道路建设 列为重强抓项目 明确建设一市一亿村内道路5500公里 省财政厅高度重视 筹设资金12.3亿元 截止10月30日 提前超额完成了一市一亿村内道路建设任务 今年 我省共完成一市一亿村内道路建设 6518公里 超过计划1018公里 超额完成18.5% 在加大村内道路建设力度的同时 我省还布下了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网 实施建好管好户好运营好的四好农村路建设 辽宁恒盛纺织科技公司去年落户盘锦市盘山县 霸墙子镇 由于原料进厂和产品外运的物流量很大 落户之初 企业就对厂区门口的公路霸四县提出了改造需求 60吨载重的车 我们每个月也得有个30到50趟的运输量 公路要是没有好的条件 对企业的困难会增加会很多 在今年的农村公路维修改造过程中 盘锦交通部门 在将霸四线路面宽度由5米升级为7米的基础上 额外又将途经企业的700米路面拓宽至12米 解决了企业的运输难题 而在庄河市安子山乡 刚刚完工的7米宽柏油路直通各家大棚 作为辽南地区最大的西红柿种植基地 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运输过程中 因为路不好颠坏了果 今年我省共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4396公里 维修改造工程4501公里 产业路 扶贫路 旅游路 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网 吸引了人流 物流 资金流等生产要素 向我省乡村快速聚集 商贸 旅游 种植 养殖 加工等产业 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让农村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本台报道 12月30号 辽宁省政府与国家自然基金委在北京签署协议 正式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每年我省将联合沈阳市大连市 与国家基金委共同安排1亿元资金 支持面向辽宁重点产业发展所涉及的 重大关键技术和科学问题 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此次辽宁我们也借助重要的全国科技创新的平台 汇聚全社会的创新资源 为地方发展提供科研创新的助力 能够为辽宁产业技术提升 做出重要的推动 通过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我省将整合各方面力量 用好全国优势科研资源 有力解决好先进装备制造和新材料 生物医药 农业等重点领域发展面临的难题 培养出更多优秀科技人才和创新队伍 不断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 本台报道 近日 辽宁省纪委印发 关于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确保元旦春节期间风轻气正的通知 通知指出 2020年元旦春节将至 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持之以恒正风速记 确保节日期间风轻气正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强化主体作用 压实政治责任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从数劳四个意识 践行两个维护的高度 积极协助督促本地区 本部门 本单位党组织 及其一把手履行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做好节日期间相关工作的部署要求 把节日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纠置四封工作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及时做出部署 严明纪律要求 二 强化监督检查 提高监督滞效 要坚持把监督挺在前面 紧盯关键少数重点部位 聚焦节日期间 一发多发四封问题 采取多种方式 加强明察暗访 实施精准监督 三 强化执绩问责 形成警示震慑 要坚持严自当头 对节日期间发现的四封问题线索 要优先处置 严查快处 典型案例 一律通报曝光 做到越往后执绩越严 持续保持严肃成质的高压震慑 坚决防止反弹回潮 要落实一案双查 对节日期间四封问题突出的 严肃追究相关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四 强化教育引导 推动画风成俗 着力破除特权思想和歪风陋习 大力弘扬公司分明 轻轻分开 为民务实 上检戒奢等新风正气 倡导作风建设 从我做起 从领导干部做起 带动全社会 共同营造风轻气正的良好舆论氛围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转作风 树心风 加强自律 连节过节 站在年终最尾回头去看 这一年 辽沈儿女经济神十足 经济增长开始加速跑 持续的改革迎来了一路收获 最重要的是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总的来说 发展亮点多 收获很不错 辽宁在2019时空话卷里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视线特别策划 我们这一年 为您点评辽宁的2019 下面把时间交给管絮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几组关键词 共同来回顾即将离开的这一年 10月 共和国长子再次以崭新的姿态 进入国人视野 得到高频关注 只是这一回 他选择了一个更具仪式感的切口 在新中国70周年庆典上 辽宁的机器巨人在彩车队伍中格外抢眼 他向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 意气风发 矫健坚毅 展示了拼搏进取 重振雄风的辽宁形象 这一年辽宁粮食生产又获得大丰收 总产量486亿斤 创造历史新高 全国粮食产量增加额的40%来自辽宁 前11个月 辽宁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 前11个月 辽宁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4587.6亿元 同比增长18.4% 从外资到民资 从金融市场到普通消费者 各个层面对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加持 外部资本全方位看好辽宁 既与东北振兴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更与辽宁狠抓营商环境密不可分 今年9月1号 辽宁省推进最多跑一次规定开始实行 外界瞩目 它创造了全国第一的记录 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隐性成本 调动了企业家的精神和创业者的热情 显示了辽宁要把变民变起的理念 固化成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信念 2019年 辽宁深入学习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从严治党改革创新 协同发展 优化环境 保障民生 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部署 推进落实 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全球争夺外部长期资本的时代 外资垂青与否 体现了一个经济体 一个地区真正的竞争力 今年年初 宝马公司追加投资 在沈阳继续扩厂造车 在全世界引发了关注 毕竟 一个世界顶级的车企 持续往篮子里装鸡蛋 本身的意义就非比寻常 独木不成林 沙特阿美 利安德巴塞尔 恒大 腾讯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 也相继进入辽宁 引发资本热议 今年沃省举办了三次招商引资 促进州活动 签约230个项目 签约额达到2792亿元 非地项目不断飞来 去年至今 全省已签约落地 非地项目超过1100个 总投资近1500亿元 7月 流冠一彩的大连 迎来了夏季达沃斯 10月 2019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 在沈阳开幕 能赢得越来越多投资者的信任 辽宁正在发生的改变 吸引了世界 年初相关部门针对百姓 关切纷纷开出民生清单 年底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记载了政府部门的说到做到 也换来了百姓的深深信赖 2019年 全省13.25万人脱贫 128个贫困村消耗 5个省级贫困县摘茂的年度任务 已经高质量完成 向着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就业这一名声的温度计 也测量出了就业信息的回升 更多的大学生留了回聊 来聊就业创业 回望2019年 面对百姓又有所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劳有所养 住有所居 若有所福的心中梦想 我想在就业 工资 医疗 交通 脱贫 环保 等多个民生领域 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兑现庄严承诺 在今年的辽宁好人年终盛典上 张贵斌老人身着金装 现身礼台 接受全省人民的鲜花和掌声 这份崇高的敬意 是为他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诚 是为他淡泊名利 望我奉献的初心 这一年好人接连涌现 感动缠在身边 4月 沈阳市棋盘山突发火情 爱心车队迅速转运上千名学生和游客 餐饮企业免费给小房官兵送饭 社会人士积极运送应急物资 在另一起火灾事故里 小伙子蓝俊泽 驾驶吊车 一次次冲进浓烟 成功救出14位居民 还有将生的希望留给患者 危险留给自己的医生 还有在万米高空 冷静救人的医生团队和机组成员 对这些平民英雄 我们的每一次深情悔忘 都是思想的提炼和精神的洗礼 都是初心的感悟和信念的传承 辽宁不仅有国宝 还有历史 有文化 2019年 辽博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38件与唐代相关的国家一级文物悉数亮相 为公众提供了一场难得的右建大唐 视觉盛宴 随后而至的右建红山 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中华五千年前的艺术高峰 而且望见中华文明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之外的又一个源头 2019年 我省文艺精品不断涌现 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当中 我省申报的电影《黄玫瑰》 小说《战国红》 广播剧《今生无悔》 以及歌曲《何祖国在一起》 四部作品摘得优秀作品奖 以文化为名的蓬勃力量 正改变着辽宁人的气质 而4300万辽和儿女奋斗追梦的生动实践 也正让辽宁文化在新时代 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2019 那些属于辽宁的精彩时刻历历在目 一张张生动的面孔温暖人心 一点一滴的进步和改变令人振奋 2020年 我们将面对更大的压力挑战 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站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将涵养不畏多难 畏无难的心态 古族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干劲 把前行的每一步都扣在坚实的土地上 人民的心坎里 历史交予重任 历史也溃以荣光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 12月31号 2020年辽宁省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济满家活动 在沈阳正式启动 在启动仪式上 由省曲艺家协会组织的文艺志愿者们 用相声 东北大鼓 小品等曲艺形式 宣讲党的19届四中全会精神 据了解 省职文化部门及各市 将陆续组织文艺小分队 于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 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济满家活动 把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 送到千家万户 本台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聊天新闻 明天的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